早年经历,楚城王,米姓,雄氏,明玉,是楚文王少子,母系夫人。 楚文王十五年公元前六百七十五年,楚文王去世,雄运的哥哥雄间继位,诗称楚渡敖。 楚渡敖在位时,整日飞鹰走狗,不务正业,但是楚国日渐强大。 楚渡敖三年公元前六百七十二年,楚渡敖想杀害弟弟雄运,雄运于是逃到隋国金湖北隋州西北。 雄运在得到隋国人,紫园的支持后,便联合隋国人袭击,杀死楚渡,夺得国君之位,试卫楚城王。 应该是雄运,雄间身边有两股不同政治势力博弈,两个人年龄不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身不由己。 这个沙兄夺位说法不成立,楚城王执政前期,楚国大政基本都被令吟紫园牢牢把控。 紫园是楚王王之地,因为长期独秉朝政,野心也越来越膨胀,他贪图嫂子昔归美色, 一度强行入住楚王宫,想强占妻规。 贼心不死的紫园,特意在文夫人居住的宫室旁边加盖房子,歌舞不休,演奏震万之舞。 万为五名,震万为习五五行事,类似于今天的军乐演奏。 文夫人闻听不激励下,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楚国周围到处都是仇人,现在另隐不思报仇。 反而在我这个魏王人旁边纵情祥乐,不是很奇怪吗? 让使者把这话告诉紫园,文夫人软硬不吃,就是没有让紫园得手。 此时楚城王虽然已十六七岁,但是距于紫园权势,丝毫不敢出生。 公元前664年,紫园罚政两年之后,身受紫园乱政困扰的楚国贵族终于忍无可忍,采取极端行动。 这年秋天,楚贵族窦固乌兔,窦班父子发起反抗,窦班亲手将此缘杀死。 之后,窦班的父亲窦固乌兔,既认为楚国令营,窦班被封为深宫,即楚国主要城市之一身陷的现役。 窦固乌兔就是楚国历史上有名的令营紫文。 府上任,紫文便禁散家财,从经济的角度缓解各方矛盾,已输楚国之难。 齐楚争霸,楚城王元年公元前671年,楚城王刚一登位,就不识人的恩惠,与诸侯修好结盟,派人向周天子进贡,周天子赐给他忌肉,说镇守南方,平定一跃各族的动乱,不要侵犯中原各国。 于是楚国的疆土扩展到千里之外,当时政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当时齐国和楚国两国争夺的焦点。 自从楚城王六年公元前666年,楚国紫园罚政失败后,楚城王和斗紫文相继在楚城王13年,公元前659年,楚城王14年公元前658年,楚城王15年公元前657年连续攻打郑国,郑国招架不住。 郑国国君郑文公想与楚国求和,但遭郑国代付孔书劝阻,因此其楚两国关系极其紧张。 楚城王16年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被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陆、宋、陈、魏、郑、草等八国联军南下攻打蔡国。 蔡军溃败,齐桓公紧接着进攻楚国,面对稀释汹汹的八国联军,楚城王斗紫文毫不惧怕,沉着应战。 楚城王先派遣使者来到军中,说,君王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方,即使是牛马发行狂奔彼此也不会相关。 没有想到君王竟不顾路远来到我国的土地上,这是什么缘故? 齐国大臣管仲回答说,以前赵康公命令我们的先军齐太公说,五侯九国,你都可以征伐他们,一定辅助王室。 赐给我们的先军征伐的范美,东边到大海,西边到黄河,南边到木陵,北边到吴帝。 你不进攻王室的包毛,是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入修请神,我为此而来问罪。 周昭王难争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为此而来责问。 楚国使者回答说,贡品没有送来,这却是我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攻击。 至于周昭王没有回去,君王还是问水边上的人吧。 齐桓公不听,仍然继续进军,驻扎在行地楚国北塞,经河南洛河东。 楚城王16年公元前656年夏天,楚城王派遣驻湾带兵到八国联军的驻地。 八国联军撤退,驻扎在赵陵金河南衍城东。 齐桓公把所率领的军队列成战阵,和驻湾做一辆战车检阅队伍。 齐桓公说,我们出兵,难道是为了我一个人吗? 为的是继续先军建立的友好关系,我们两国共同友好怎么样? 驻湾回答说,军王惠林毕国求福,承蒙军王安抚我军,这正是我军的愿望。 齐桓公说,用这样的军队来作战,谁能够抵御他们? 用这样的军队来攻城,哪个城不被攻破? 驻湾回答说,军王如果用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 军王如果用武力,楚国有方城山作为城墙,汉水作为护城河,军王的军队即使很多,也没有什么用处。 驻湾与八国诸侯定理盟约。 齐楚这南北两个最强大国家的碰撞,让我们看到了声势奇壮时, 齐桓公的威风凛冽,也让我们看到了从容应对,不卑不亢的楚城王。 这一局齐桓公已微弱优势,略压楚城王一头,毕竟楚国被迫承认齐国的老大地位, 楚国的北上势头也稍被抑制。 但是楚国也没有实质性的损失,王浩继续使用, 楚国的扩张方向由北转东,其实力在江淮地区不断做大。 赵灵惠门后,楚国继续北上东晋,与齐国争霸, 但却避免与齐国正面冲突,选择伺机而动。 楚城王十七年公元前六百五十五年秋天, 齐桓公在首旨经河南虽县东惠县诸侯, 以定周朝太子之位,因此遭致周慧王不满。 周慧王派周公载孔召见郑文公,说, 我安抚你去跟随楚国,又让晋国辅助你, 这就可以稍稍安定。 郑文公对周慧王的命令感到高兴, 义队没有朝见齐国感到惧怕, 所以打算逃走回国,而不参加盟事。 孔书劝阻郑文公,但郑文公不停, 于是离开军队潜逃回国。 斗子文趁机灭亡贤国今河南西县, 黄川间贤国国军逃亡到黄国, 当时将黄、道、白四国和齐国友好。 这些国家都和贤国有婚姻关系, 贤国国军仗着这些关系, 而不去侍奉楚国,也不设置防备, 所以被楚国锁灭。 此战齐桓公并未派兵救援, 楚城王十八年公元前六百五十四年夏天, 齐桓公率领齐, 鲁、宋等国军队攻打郑国, 包围郑国的新城金河南密县东南, 以惩罚郑国不参加首旨, 而与国处亲近。 同年秋天, 楚城王亲自率军北上, 围攻齐国的盟国许国金河南许昌以救援郑国。 由于诸后出兵救援许国, 楚城王于是撤军回国, 但他并未回到引都, 而是驻军在武城金河南南洋北观察动静。 同年冬天, 许国国军许熙公由于未去出军, 于是在蔡国国军蔡母侯的带领下, 前往武城去见楚城王。 许熙公两手反绑, 嘴里咸着碧玉, 大夫穿着校服, 是抬着棺材。 楚城王询问冯伯, 冯伯回答说, 从前周武王打败商朝, 威子喜就是这样做的。 周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滚绑, 接受他的碧玉而举行扫除凶恶之力, 烧掉他的棺材, 给李玉而命令他, 让他回到原地原位去。 楚城王接受冯伯的建议, 面对楚城王咄咄逼人之时, 齐桓公于是全力进攻郑国, 以阻止楚国北上。 郑国在齐国等中原国家的打击下, 只得向齐国请和。 楚城王21年公元前651年, 齐桓公与诸侯在奎修会盟, 郑国, 许国都被迫参加盟会。 在此行事下, 楚城王并不急于和齐桓公正面争夺, 而是继续冬月迂回打葱, 避免与齐桓公正面冲突, 以此来争取冬进的时间。 楚城王23年公元前649年冬天, 楚城王因皇国经河南皇川西北不向楚国进攻品, 于是出兵攻打皇国。 楚城王24年公元前648年, 楚城王攻打将国经河南西线西, 同年夏天, 楚军灭亡皇国。 面对楚城王的攻伐, 齐桓公也为救援皇国, 灭亡皇国之后, 楚城王继续东进, 楚城王26年公元前646年, 灭亡英国金安徽金寨东南, 至此楚国势力已推进到淮河中有一带。 楚城王27年公元前645年春天, 楚城王由于徐国金江苏四红南, 依靠中原诸侯的缘故, 于是出兵攻打徐国。 同年3月, 齐桓公与宋、 鲁、 陈、 魏、 正、 徐、 曹等国在姆秋金山东辽城东北, 当时蜀基地结盟, 决定救援徐国。 各国国军在匡帝金河南随泄溪等待, 由鲁国大夫孟母博率领各国军队前往援救徐国。 各国国军士被迫前来抗处救徐, 自己却不敢擒临前线, 正面抗处不力。 同年秋天, 齐国等国军队攻打楚国的同盟国立国, 经湖北随州东北, 企图抄袭楚国后方, 以削除徐国之位。 同年冬天, 宋国趁曹国军队远出, 袭击曹国, 楚国于是成吉大举进攻, 在楼林基安徽四县东北打败徐国。 齐桓公以八国之重, 不敌长驱之路之一的楚国, 足见楚城王大胆果断, 但齐桓公此时已经年迈多病, 体力大不如前, 同年管仲也叙事。 其两年,齐桓公虽曾讨伐立国, 英国以报楼林之野的失败, 企图挽回在怀寺地区的败事, 但他自己已经步入了晚年最昏庸的时代。 楚城王29年公元前643年, 齐桓公去世, 齐国后继无人, 霸市转衰。 楚城王与齐桓公争霸, 历时十余年, 结果楚国取得辉煌的成果, 其原因出客观上因管仲先死。 齐桓公立节, 齐国以力不从心, 明显地走下扑入外, 主要是因为齐桓公后继无人, 齐桓公晚年, 宁齐, 王子成父, 宾须武, 管仲, 齐鹏等一大批老一辈的功臣良将, 竟先后离世。 齐国人才匮乏, 导致齐国自齐桓公死后, 齐国便一穴不振, 但从主观上来讲, 则是楚城王斗子文审师多事, 谨慎谋划, 奋发进去的结果。 楚, 齐征雄的历程, 也充分地显示楚国后来屈上, 升级蓬勃, 人才辈出的趋势, 攻打宋国, 楚城王三十年公元前六百四十二年, 正文公开使道楚国朝建, 楚城王把童赐给他, 不久又后悔, 和大蒙士说, 不要拿来铸造武器, 所以正文公用他铸造三座中, 楚城王三十二年公元前六百四十年, 随国依靠汉水东边各诸侯的力量背叛楚国, 同年冬天, 楚国的豆谷乌渡率领军队进攻随国, 蒋河以后回国, 楚城王三十三年, 公元前六百三十九年, 宋湘公享组织盟会, 传召楚国参加, 楚城王发怒说, 传召我, 我将好好的去参加, 趁机袭击侮辱他, 于是楚城王前往, 到达余地后, 抓住宋湘公侮辱一番, 不久放他回宋国, 洪水之战, 楚城王三十四年公元前六百三十八年, 正文公南下嘲讽楚国, 楚城王北上讨伐宋国, 楚军禁地洪水南岸时, 宋军已战有力之地, 在洪水北岸列阵带敌, 宋军已摆好阵势, 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洪水, 在古代战争的时候, 提前抢占有力的地形, 无疑会增加几方拿下胜利的概率, 因此, 担任司马的子余对宋湘公说, 对方人多而我们人少, 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洪水, 半度而机之, 请您下令进攻他们, 宋湘公说, 不行, 楚国的军队已经全部渡过洪水, 还没有摆好阵势, 紫余又建议宋湘公下令进攻, 宋湘公还是回答说, 不行, 在此基础上, 宋湘公等到楚军摆好阵势以后, 才下令宋军去进攻楚军, 结果, 因为楚国大军人多势众, 又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宋军大败, 宋湘公被射伤, 因此而死, 洪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 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 却具有一定的意义, 他标志着商周一来, 以成敛而固为主要特色的礼仪之兵行将寿中正起, 新型的以鬼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 正在崛起, 所谓的礼仪之兵, 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剑诈战, 即日定地, 各居一面, 鸣鼓而战, 不相诈, 他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 但是在这时, 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 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 他一开始不适应战争事件的需要, 逐渐走向陌落, 宋将功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 拘泥于不顾不成列不移阻碍等旧兵法教条, 遭致悲惨的失败, 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以周理想崇尔, 楚城王35年公元前637年, 经过公子崇尔经过楚国, 楚城王不嫌弃崇尔是个流亡公子, 用诸侯的礼节招待他, 这让崇尔感觉十分温暖, 他对楚城王也十分尊敬, 两人还成朋友, 楚城王设宴款待崇尔, 久之半憨的时候, 他开玩笑地对崇尔说, 公子, 我这样对你, 将来你要是回到禁国, 该如何报答我呢? 崇尔想了想, 金银财宝楚国多得很, 我能拿什么东西来报答大王呢? 那你的意思是不报答了? 崇尔觉得这样也不太厚道, 崇尔回答说, 要是托您的福, 我能够回到禁国, 将来万一禁, 楚两国交战, 在中远相遇, 我愿避开君王后退九十里, 要是这样还得不到您的谅解, 那么我只好左手拿着鞭子合弓, 右边挂上弓囊剑袋, 以此来与君王您追逐较了一番, 似习进退, 楚城王原本是开玩笑, 所以崇尔把话说到这个地步, 也就不再追问, 两人继续许悲畅演, 谈天说地, 秦穆公派人到楚国来召请公子崇尔, 楚城王便用厚礼把崇尔送到秦国, 再度恭送, 楚城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六百三十三年, 鲁锡公来到楚国请求发兵攻打齐国, 楚国派身后领兵攻打齐国, 攻取古城, 把齐桓公儿子公子崇安置在古城, 齐桓公七个儿子都逃到楚国, 楚城王渡封他们为上代付, 同年, 楚城王因魁国不祭祀楚国先祖祝隆, 玉兄于是派兵灭亡魁国, 同年夏天, 攻打宋国, 宋国向晋国告急求救, 晋国救援宋国, 楚城王罢兵而回, 将军紫玉请求与晋国交战, 楚城王说, 晋军众尔曾逃亡在外很久, 最后得以返回, 上天正在帮他兴盛, 不能抵挡, 紫玉坚持请战, 楚城王便只给少量部队让他带去, 晋军果然在城堡打败紫玉, 楚城王生气, 于是杀死紫玉, 这是借尽之手除掉紫玉, 但紫玉之死并未对弱敖族伤心动骨, 反而让若敖族团结一致, 遭死逼杀, 当初, 楚城王打算立儿子商臣为太子, 征就令引子上的意见, 紫玉说, 君王的年纪还不算大, 而且有很多宠爱的妻妾, 如果将来要废除商臣, 令立太子, 必定会出霍乱, 楚国立太子, 常常选择年轻的, 而且商臣这个人, 眼睛像狐蜂, 声音像豺狼, 是一个残忍的人, 不能立为太子, 楚城王没有听从, 仍立商臣为太子, 楚城王46年公元前626年, 楚城王想废除商臣, 改立王子之为太子, 商臣听到消息但还没有证实, 就问他的老师潘虫说, 怎样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呢? 潘虫说, 你设演招待楚城王的妹妹姜米, 故意对他表示不尊敬, 商臣听从潘虫的计谋诏作, 江米发怒说, 见东西, 难怪君王要杀掉你而立王子之为太子, 商臣告诉潘虫说, 事情确实, 潘虫说, 你能是奉王子之吗? 商臣说, 不能, 潘虫说, 能逃亡出国吗? 商臣说, 不能, 潘虫说, 能发动政变吗? 商臣说, 能, 同年十月, 商臣率领宫中的警卫军包围楚城王, 并且逼楚城王自杀, 楚城王请求痴兄长以后 企图拖延时间, 等待外援, 但商臣不答应, 十月十八日, 楚城王上吊自杀, 商臣即位, 视为楚慕王, 楚慕王即位后, 给楚城王上市号成为城王, 雄运春秋诸侯, 在位四十六年, 政治家, 军事家, 占领五颗星, 全谋四颗星, 不得失会, 结好诸侯, 争霸未成, 隐忍智慧, 修养生息, 壮大活力, 能屈能伸, 与春秋四位霸主都展开过激烈竞争, 无论胜败, 每次都不幸地沦为佩学, 抗击辱宋, 能争善战, 向南发展战略, 对汉民族形成有重大意义。 你才进得到 Gatesным invas力, 我们在此发展战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tch你